警犬车祸来关心 陶渊有驾驶 开车从路边起步之后 竟然直接切近内侧车道 也造成后方骑士闪避不及 一头撞上 而当时骑士跟乘客两个人 连人带车滑行到路口中央 场面相当的惊险 另外在花莲则有骑士 通过无耗着灯的路口时 疑似没有减速来查看来车 就跟载运大理石板的拖板车 发生碰撞 拖板车通过路口 又放一辆直行机车 疑似丝毫没有减速 突然撞了上来 现场扬起大量粉尘 骑士也弹飞 重甩落地 这么一撞 骑士整个人躺在拖板车旁 安全帽物品散落一地 机车更严重回损 龙头90度翻转 车头也破了一个大洞 机车猛撞拖板车 下坏附近店家 15号中午花莲这名诚信男子 骑机车行进新城乡 这个5号之单的路口时 疑似没减速查看来车 与再买大理石板的拖板车 发生碰撞 索性图板车驾驶立即杀停 骑士只有擦错伤 没有大碍 无独又偶 惊险车祸也发生在桃园 路旁轿车起步 潜入车道 没想到后方机车 闪避不及猛力撞上 骑士和乘客 连人带车滑行出去 翻滚数圈后横挡路口 照射的是一名84岁老翁 起步后竟直接潜入内侧车道 造成骑士和乘客 两个人夺出擦错伤 初步调查 两起车祸 驾驶都没有走驾 既翻也将持续厘清 责任归属 记得花莲桃园 最后报道